小胡子哥,最近要换车,想买新能源比亚迪堂DMP或者宝马X3 就想问问你,比亚迪DMP这款车质量行不行,能不能用住 值不值得购买,实在不行就买宝马X3了,给个建议,谢谢 首先呢,他俩最大的差距,这个比亚迪堂DMP它是个新能源车型,可以挂绿牌啊,是不是啊 油耗方面肯定是比宝马X3更好一些,才是五个油耗到六个油耗,是不是啊 而且这款车全集它是七座啊,宝马X3它是五座版本 所以说空间使用率呢,使用方面还是说,有七座七雄呢,你就选择比亚迪堂DMP 再一个就是价位上,这个宝马X3呢,它比这个比亚迪堂DMP贵的十万块钱呢 就入门机,是不是啊,品味养力呢,可是宝马更好一些 它这个常规的汽油车吧,是不是啊,而比亚迪堂DMP它这个新能源车型 对吧,完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可比性的,是不是啊 作为新能源领域,比亚迪做的是佼佼者,非常不错 你说能不能用住,它是非常优秀的 匹配的是,呃,比亚迪专用的消云的1.5T 那自动性无能夹发动机,还有这个 用上了米勒循环技术啊,而且呢 它这款发动机热销率达了40% 那你说质量行不行,比亚迪的ESS啊 混动技术,还有这个刀片电池啊,磷酸铁铁电池 那在这个行业里,在这个插混里面 你要说它不行,就没人敢说行了 它做的是最厉害的,最好的了 而且人家丑人车主不限里程,不限定现在自保你 但呢,满足这个自保呢,会有一些调调框框去约束你 希望以后比亚迪松绑一下 不要找那么多调调框框 既然你喊出这个口号来了 既然应该大家得到这个实惠嘛 是吧,拿出你真正的实力来,对不对 那么并且呢,比亚迪DMP是四驱的高性能版本 百公里加速4.3秒,是不是啊 存在续航里程200多公里 它是个组达性能操控型的一款车子 还有DMI,DMI属于家庭使用型的 是不是啊,你更加便宜一些 所以这个性能加速这一块呢,就不是你宝马X3能比得了的 是不是啊,那么宝马X3呢 它这个加速虽然没有比亚迪糖DMP那么好 但是它底盘的操控性,扎实感调教的 要比这个比亚迪更好 比亚迪加速各方面做的都非常好 就是现在就差一个底盘的扎实感 支撑性 它没有这个别的车型做的好 你像这个宝马X3的底盘的扎实感 支撑性调教方面绝对要比比亚迪糖好一些 那么你要信不着这个比亚糖 这个心理员技术呢,你买宝马X3也是可以 4来万只能买个2.0T低功率版本 是不是啊,305G,184的一个马力 最多值得一提呢,它匹配的是个 采爱福的8AT变动箱 是吧,这个变动箱是非常优秀的 换的路径上啊,加速方面是特别好的 是不是啊,宝马的发动机 加上采爱福的AT变动箱 那是完美的结合,非常优秀的 是不是,所以这样一款车呢 如果说这个问题放在这个 几年前呢,那我想 百分之百的人都会选择宝马X3 如果放到现在呢,我相信很大逼一户人 会显得比亚迪唐DMP 它的加速各方面,油耗方面 都要比比亚迪唐好很多 除了这个底盘的扎实感,操控性 剩下方面都有碾压的宝马X3 再一个,你选择比亚迪唐DMP 最后家里能安装充电桩 毕竟是新能源车型,你得去充电 你不要忘记,我不去充电 但是不现实的 毕竟咱们国内呢,能普及 充电桩的城市并不多,也有 但是说并不多,所以说家里 买新能源车型尽量能有安装充电桩的这个条件 再去购买,就是这样 但是说你要说实用,性价比高的 开起来比较爽的,肯定是 糖DMP更好 那没有开过或者买过这辆口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